小朋友 下边咱们学习语文原第一的内容 来我们看一看 在我的发现中 你看到什么了 扇子 剪刀 雨伞 飞机模型 这是什么 银杏树叶 小蜻蜓 蘑菇 燕子 有的小同学说 我发现了扇子和银杏树叶比较相似 你呢 有人说我发现了 哎 剪刀和燕子的一部分比较相似 哪部分呀 尾巴 真好 又发现了吧 雨伞跟蘑菇相似 对 蜻蜓和飞机相似 好 你看小姐姐说 我发现燕子的尾巴像 剪刀 小姐姐会用这样的句子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 你呢 你能不能像小姐姐这样说话 我发现什么的什么像什么 你比如说小姐姐说我发现燕子的尾巴像剪刀 那你也可以说什么呢 我发现剪刀像燕子的尾巴 你反过来说也行 还能说我发现 我发现扇子的形状像银杏 银杏的树叶 那反过来呢 我发现银杏的树叶像扇子 可不可以 可以 有的小朋友说 那我愿意这样说 打开的扇子像银杏 银杏的叶子 好不好 更好了 为什么呢 扇子如果折壁起来 它真的就不像银杏的叶子了 只有把它打开的时候才像呢 那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一个要用上这样的句子 第二个 要把它准确的形状描绘出来 你会吗 在读读认认中 大家看 就是我们过去学过的熟字 都认识 然后呢 横线右边的字 你发现什么了 和横线左边的字 小朋友 真的 你马上就发现了 都是熟字加偏旁不守 就变成了新字 于是我们就认识了 财 木材的财 稀 牺牲的稀 度 度船的度 帽 帽子的帽 烈 热烈的烈 达 道达的达 按 按时的按 笨 笨重的笨 有的小朋友说 我是不是把熟字加上偏旁 字音不变呢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比如说 像第一组字 像第二组字的前边 列 都是这样的 但是后边呢 你看 加了偏旁之后 他字音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 大 达 安 暗 本 笨 音调发生变化 所以呢 刚才小朋友说的 熟字加了不守 偏旁之后 变新字 字音不变 这个规律 有的时候是存在的 有的时候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加了不守 他读什么字 我们还是需要认真看拼音 或者看一看字典来解决 好 下边离开拼音 我们来读一读 材 木材的材 材料的材 稀 生 生还能说 牲畜 度 过度的度 也行 帽 帽子 你能说出很多帽子来呢 烈 热烈 激烈 都行 答 到达 达到 暗 暗时 笨 笨重 在读读背背中 大家看 我们读到的这几条 都是春联 春联呢 咱们大家都见过 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啊 看到家家户户啊 都在门口啊 贴春联 都是用红纸写成的 左边一条 右边一条 然后有的呢 门楣上边呢 也贴上一条 那么我们看 上边这个叫做横批 下面的两条呢 叫做上连 下连 古时候啊 右边叫上连 左边叫下连 现在呢 有的人贴春联呢 把左边呢 贴成上连 右边呀 贴成下连 都有的 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的春联呢 它不是竖着写成的 它把竖着写成的字啊 变成了咱们习惯的阅读形式 横着出现了 来 我们读一读 杨柳绿千里 春风暖万家 注意大家读的时候啊 上连和下连 也就是说 你们说的前半句后半句 也可以 上连和下连读的时候 节奏和停顿相同 比如 杨柳绿千里 你是这样读的 杨柳绿千里 到下连也这样读 春风暖万家 你看上下连字数是相等的呀 当然停顿的位置也是相等的 你这样试着读一读下边 黄英明翠柳 紫燕简春风 春风放胆来梳柳 夜雨蛮人去润花 春风一服千山绿 南燕霜归万户春 你看停顿 节奏是相同的 那么咱们读着这样春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在思考 它在描绘什么景象呢 小朋友 都在说春天来了 都在告诉我们 春光无限美 但是角度不一样 这里在说春风 杨柳 这里在说黄英 紫燕 这里在说春风什么样 夜雨 春雨什么样 这里边仍然在说春风和燕子 都是在抓住春天的特点 在描绘春天的景象 咱们在读的时候 除了节奏和停顿 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读上连的时候啊 你看读的时候 稍微的低缓一些 读下连呢 语气高平 你再试试 阳柳 绿千里 春风 有变化 有变化吧 黄英明翠柳 紫燕 简 春风 春风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春天 美好的 春天 那什么样的天空 什么样的阳光 什么样的田野 什么样的小溪 又是什么样的枝条呢 你自己可以来试一试吗 学习了春天那么多那么多的课文 你把自己观察到的 感受到的和课文里边学到的结合起来试着说一说吧 在口语交进 这个练习中 我们看一看春天里的发现 我们向老师提了建议去春游 老师带我们去春游 我看到了春天 小草探出了脑袋 蝌蚪快活的游泳 布姑鸟欢乐的歌唱 人们在田野里踏青 小朋友在空地上放风筝 春天多美好 让我们一起来说说在春天里的新发现吧 小朋友 说你的新发现 可以说什么呢 小草 从小草想到花草树木植物在春天的变化 蝌蚪 从蝌蚪想到了小动物小昆虫在春天的变化 那么布姑鸟 从这里边想到了 对 想到了鸟类 飞禽类 在春天有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了 从人们和小朋友 你就想到了人类的活动和春天有什么关系 那么 你说这一点 我说那一点 我们大家说的凑在一起 春天多美好 是不是就能够突出了 好 来说说你自己在春天里的新发现吧 在写一写的练习中 小姐姐呀 我想把自己在春天里的发现写下来 会说还会写 多好啊 写的时候 当然了 是先想 再说 再写 遇到不会写的字 可以用汉语拼音的音节 试着来替代它 那你当然也可以试着用一些逗号和句号了 在展示台中啊 我们再来看看 小姐姐说 这是我的书法作品 你看 这就是对联 那小哥哥说 这是我收集的描写春天的词句 他们都有收获 无论是词句收获 还是书法作品 都和春天的内容有关系 我想啊 你也会有的 在宽带网中 大家看 宽带网 那一定是和我们学习有关系的一些课外内容在这里边 出示和呈现 这次我们看到的是 春天里开的花可真不少 迎春花 玉兰花 杜鹃花 让我们到大自然中去找找春天还有哪些花 看看谁报的花名多 真的是春天开的花 许多城市或地区都有自己的市花或区花 如北京是月季花 洛阳是牡丹花 香港是紫荆花 澳门是莲花 查一查资料 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他城市的市花 小朋友 你生活的城市或者是地区 市花 七花叫什么名字呀 赶快告诉别人吧 除了市花 还有市树呢 比如北京 国怀就是市树 你们那里有吗 好 小朋友 第一组课文 我们就学到这里